9月21日,华侨大学举行2020级新生开学典礼 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新生 或在泉州、厦门校区或通过直播参与其中 出生于菲律宾的华侨学生秀慧文 此前跟随父母回到国内生活 这次进入华大求学 希望能在华园实现自己成为一名室内设计师的梦想 之前是我姐姐推荐我来的 然后她是跟我说 这边华侨大学关于艺术这方面都挺出色的 所以我选择回来国内读 同学之间的相处都挺融洽的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困惑的话 他们都会很积极热情地伸出援手去帮助你 希望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完善自我 然后同时努力地去完成我的梦想 就读于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香港新生吴泽林告诉记者 自己从小就喜欢篮球这项运动 也通过COBA对华大有所了解 这次考进华侨大学 也将开启一段离开父母的独立生活 已经连续几年参与迎新的斐济华侨学生王伯俊表示 因为疫情 学校的管理较为严格 为了让学弟学妹们尽快适应 更多的是要以身作则 就是让大家尽快地适应吧 就是我们可能以身 我们先去前面坐 坐给大家看我们是怎么做的 新生就可能了解到我们的行为 然后他们自己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做 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也要对为了整个不只是自己的人身安全 也是为了身边其他人身的安全 据了解 2020年 华侨大学共录取7381名全日制本科生 476名预科生 及1714名全日制研究生 其中 境外生录取数为2459名 上历年新高